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穷 孩子啊 你很富有嘛 这从何说起呢 老人家 老人说 假如现在斩断你一个手指头给你一千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那斩断你一个手给你一万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假如有人要画你的眼珠给你十万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假如让你马上变成八十岁的老人 给你一百万 你干不干呢 不干 那假如别人让你替他去死 给你一千万 你干不干呢 不干 这就对了 你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的财富了 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 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你早上醒来 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地呼吸 你就比在这个星期离开人世的人有福气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 失去亲人的孤独和痛伤 病痛的折磨 你没有经受过忍饥哀恶的难受 你已经好过世界上五亿人了 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 你已经比世界上十亿人幸福 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 身上有足够的衣服 你有房屋的生活 你已经比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富有了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数据显示 全球有三十六个国家 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 全球有八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而在非洲大陆有三分之一的儿童 长期的营养不良 全球每年有六百万学龄前的儿童 因为饥饿而夭折 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 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 你已经升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八之列了 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 那么你比全世界有七千万聋亚人信不得多 人应该学会知足了 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 但快乐的人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 才能真正的拥有啊 看破放下才能救度自己 我会想到台长期的儿童